推广运动曾经斐然 来看到台中市府 近年以酷运动酷城市为目标 积极办理各项的运动赛事 兴建重要场馆 执行运动挨台湾2.0计划 表现更是亮眼 突破了18万人次参与 连续7年是获得了中央颁发 绩效特有奖的殊荣 从官员手中接下奖状 对着镜头比个大大的赞 这里是中央教育部体育署 举办的特优县市颁奖典礼现场 台中市府推动运动爱台湾2.0计划 成绩斐然 连续7年荣获绩效特优奖 我们想最主要得奖的原因就是 市府这边大概是扮演一个火车头的角色 那我们台中还有像是台中的体育总会 生脏体育总会 原住民体育总会 还有我们各区的体育会 一起来帮忙支持还有推动 我想这个资源上的整合 有达到它的忠效 那我们一年获得到体育署的预算 接近在3500万的上下 那比较特别值得一提 就是市府在配合的预算上面 除了我们一般行政支援的支持 那我们也大概筹编了 接近快500多万的预算 所以一年在4000万额度的预算 推展台中大大小小 大概3000多场以上的这样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是把有效的 非常精简的这个行政资源 以及预算做最大的发挥 卢师傅上任以来 打造酷运动酷城市为目标 在全台首创国民纪儿童运动中心 积极兴建大型运动建设 推广多元运动 来号召男女老幼 培养运动习惯 另外也举办了多项运动赛事和活动 包含中信兄弟职棒 勇夺二连霸 与球团合作 举行万人锋芒大游行等 推行城市运动风气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重要的活动举办上面 也获得到国际的支持 像刚刚有提到的 世界棒球经典赛 牙锦赛12强 以及目前台中在参加全民运动会 我们已经连续世界拿到总冠军 那特别在我们去年 也拿到总统奖是排名 各线是第一 所以这个林林总统加总起来 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我们获奖 是实至名归 然后想这部分我们会来继续来努力 近年来台中市府积极举办体育活动 兴建场馆 举办国际级运动赛事 不仅成功带动市民的运动风气 也让台中再次跃上国际舞台